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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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晚上好 咦? 這條搞什麼? 一不離二二不離三 之前那條粥片 煮粥片 因為我拍漏了一些東西 不是應該拍漏了,是出了意外 今天是補拍 既然是這樣的話,我又看到剩下這麼多材料 於是今天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個 即時拌 即時醃 即時切 即時煮的滑藕 豬心竹 這樣呢 可能大家馬上會問 這不是的,你不是說 要煮牛肉 最好夾蠻醃的嗎? 是,沒錯,這個說得對 不過呢,其實呢 我也有經常說的 就是你不同的用途 你切的肉 或者是你切的食材 都會有不同的刀法 和不同的厚薄程度 今天我先介紹一下材料 首先呢,我就買了一個 新鮮的豬心 哇,便宜啊! 這個豬心呢,只是 十元雞而已 哇,真是便宜到不得了 然後呢 我的滑藕呢 就採用今天呢 我才用來解凍 我平時放急凍的 這個是急凍的牛柳頭 平時我用開巴西牛柳頭的那些 有朋友呢,就問我 這牛柳頭,我不見有得賣的 我再說一次 原條的牛柳頭呢 是不會放出來的,他們會放倉的 通常呢,就是 批發的時候才會用的 譬如說,他交貨給餐廳 那時候他們才會動用到 而我們 通常呢,在凍肉店看到的 都叫做牛柳扒 為什麼呢? 因為他已經切了一片片給大家 厚的了 OK?行不行? 好了 然後呢 你看到他有牛柳扒賣的話呢 那間凍肉店呢 除非他很小的 就是只有店面 就看不到他有工場 如果不是的 通常呢 他們都會有雪房的時候呢 就可以大家試試問 老闆可不可以賣一條 原條的牛柳頭給我啊 這樣呢 老闆呢 就會在 在那個急凍櫃那裡 就會拿給大家 那 然後拿完之後呢 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呢 就叫他幫你開 那 我這些呢 通常呢,如果我不是用扒的話呢 我就不會叫他切一片片的 那 那呢 我就通常呢 一開四一開六這樣 即是每塊 這裡每塊 大概十兩至到一斤左右 OK?行不行? 這樣呢 就剛剛好十兩呢 剛剛好一餐的 行不行?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馬上 當日買回來 馬上放入急凍呢 是可以放幾個月 甚至半年 甚至一年都可以的 那當然一年是久了一點 但是我估計一條牛柳扒半年都會吃光 因為牛柳扒呢 就是牛柳頭 它本身呢 輕稱的話大概三磅零四磅 重稱的話都不會超過六磅的 都是五磅零左右 那你叫他選一條小條一點的 甚至你嘗試一下 老闆可不可以開半條給我 那大家可以 但是其實呢 如果大家 即是 我們為什麼經常這麼少的牛肉菜式 因為我們難買 第一買新鮮的就貴到死 第二就是買急凍的 又不知道怎麼做 是不是? 當你家裡經常都有牛肉儲存在 你自然會想方法 想一下怎麼處理牛肉的 OK?行不行? 好啦 那我首先呢 因為牛肉就比較是 就是醃的時候 就比較上是什麼 就是比較上是 需要的時間長一點 所以呢 我就先處理牛柳頭 那我呢 我講過很多次的了 牛柳 即是急凍肉本身呢 它在工廠的時候 已經洗得很乾淨 那當我們解凍的時候 只要那個碗乾淨 我們就盡量拿回血水 哎呀 不好意思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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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去哪裡了? 不好意思啊 我忘了拿一隻雞蛋 那 那 醃這個是 那當然 因為 即是 急凍肉呢 急凍牛肉呢 你想它有肉味 更加濃烈的話 就就加雞蛋 那還有呢 本身呢 雞蛋呢 是附含這個 天然烤素的 雞蛋可以 令肉軟身 咦? 那我們呢 這個牛柳頭是怎麼開呢 那樣 那我拿回血水 不用怕的 只要大家處理得當 那些血水不會臭的 只要它不变臭,我们就可以用得回 接着牛柳怎么开呢? 我们就沿着它每一份的肌肉组织 牛柳最认为人争的地方 就是它那个肌肉组织 就不是一条过的,通常是几条在一起的 大家沿着肥膏,看到有白色的位置 沿着那个位置,通常都会没错的 好,开了出来 接着之后,这些白色的就是筋来的 我们就要起了它 要小心点,用刀尖轻轻,开一开,割一割 撩一撩,撩一撩 这里,大家如果不熟悉的话,就可以用西式的刀子 就会操作容易点 不过我们习惯的,通常一把片刀就用完了 这些白色的,我们一定要起了它出来 那些牛肉就不会硬 吃下去就完全滑的,OK? 接着之后呢 这一把手,用阴力扯它 接着那把刀呢,就用 这样 先切了下去,先切了下去 接着之后呢,顺势那把刀向横 向肉那边呢,就移动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 看看到,几大块 这样就起了出来 接着之后,这里也是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减少 那些牛柳的硬度 那其实呢,大家应该看过我开肥牛 其实开肥牛呢,为什么手切肥牛这么好吃 比鸡切好吃很多呢? 原因,道理也是这里 因为我们可以做得仔细一点 那整个牛柳,先看看 接着之后,这里呢 有膏,粘斤 切了它出来 一块出来了 接着处理第二块 一样了 它不一定,每一个肌肉组织 都会有筋的 但是呢,它就会有肥膏 这些白色的,这些是肥膏 很厚的,拿下去硬的 那给大家看一下肥膏和 肥膏和那个筋的分别 这个就是肥膏 这块就是筋 颜色上,虽然大家都是白色 但是有些分别的 大家看一下 肥膏就纯白色 那如果是什么的话呢 那我现在呢,我稍微冲一下它 因为这里,它黏了一些东西 好,接着之后呢 我们开完咯 那我们呢 要那些牛肉呢 要它滑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找 是什么呢 猪肉牛肉也是的 就是用横纹切 那就可以看到 牛肉呢 就很明显的 这里是横纹 不是,这里是直纹 接着这里切 就是横纹 OK 接着拍一拍它 然后呢 如果呢 如果呢 我们是 即腌即食的话呢 那些牛肉呢 就要切得很薄的 就不要切到它那么厚 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些牛肉呢 它就会是 很硬的了 很容易硬的了 而且呢 在搓的时候呢 即是在处理的时候呢 也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一旦过火的话 牛肉呢 一旦过火的话呢 它就会是很硬的了 为什么我来回拉刀呢 因为牛柳呢 牛柳头它本身呢 就很軟的 OK 哇,这里很快 很大块筋 那它那些肌肉组织呢 就很坏的 那我如果不来回拉的话呢 那变了呢 那些牛肉呢 就会是 会 有机会烂了 即是太过瀟灑就会烂了 那这里我再切薄一点 接着这里又是 我们呢 就要 切的时候呢 牛柳头就很坏的 那所以呢 大家要切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那这里有一些 它已经到最后尾了 那就可以了 好 那 那做完之后 就立刻要刮了那些 刮了那些什么 刮了那些什么 刮了那些砧板的那些 表面那些积 那接着呢 那之后呢 我就切开这个猪心了 记住啊 我们呢 生滚竹呢 我们开的材料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呢 就是要令到呢 那个是 就是尽量呢 就是要令到呢 那些材料呢 就薄一点 那呢 第一就会省时间啦 第二呢 就是会是 嗯 它会更加滑的 OK 更加容易熟 那我缩短那个 那我缩短那个 那个时间的话呢 煮足那个时间的话呢 我们就会是 令到它更加滑 那现在 猪心呢 虽然呢 它已经是放了血了 大家看到买猪心回来呢 它永远都被人开了一刀 为什么呢 因为是放血了嘛 啊 那但是呢 它放血当中呢 它里面呢 都会有一些是 呃 乳血在里面的 那我们检查清楚啦 啊 那我们检查清楚啦 那呢 首先呢 这个 呃 黄猴啊 那是很硬的 那但是呢 如果大家想吃的话呢 都可以拿回 那但是我们切的时候 一定要切走它 就是独立给它啊 那这个 那这些是黄猴 黄猴是什么呢 就是 大动物啊 肺和猪心的 那个大动物啊 那这些 如果你不想浪费的 就拿回它啦 好了 那正式呢 我们洗干净啦 这次要换水了 因为啤水都啤不走 它一定要拿手搓的 那些鱼呢 会黏在心房里面 好了 那跟着之后呢 我们拿出来 那呢 我们猪心呢 我们要怎么开呢 猪心啊 我们要怎么开呢 那这些呢 就很硬的 那我们要切走它啦 那这个位呢 如果是大家是 想吃的话 那就拿回它啦 要回它 不要浪费啊 好了 那跟着之后呢 我们呢 猪心是要怎么做呢 就是用片啊 那如果大家呢 上次看我的猪杂粥那里呢 其实呢 我已经是做过一次的啦 那当然 这次呢 上次又没有牛肉啊 这次又开牛肉啊 那我们呢 就要尽量呢 就薄一些 切出来呢 它好像鸡腎那样的 OK 尽量薄一些 其实片猪心呢 就很简单的 首先呢 就将把刀 斜放啦 跟着 这个手指弓用力啊 跟着拍 拿手指弓 压住它 这样呢 它就不会到处走的啦 先向前推一刀 跟着在后面一拉 那就出来了 好似鸡腎那样啊 那我说完呢 我就可以快手少少啦 那有时候呢 如果大家呢 是不太确定的话 可以来回拉多 拉多两刀都可以的 OK 那 那 上次 我 即是其实猪心的菜式 我就做过很多次啦 那 那这里呢 它太过直了 那所以呢 我就要是 用 即是普通切的方式啦 那 那为什么 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 喂 既然你都可以这样切啦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不是切呢 因为呢 呃 我们片呢 那个目的呢 就是 因为那个猪心本身呢 就是中空的 OK 那如果我们直接切的话呢 就会有机会呢 打横的时候呢 它那些组织呢 就不得连贯啦 那 还有呢 就是会令到呢 它的面积会减少 就是 简单来说就是 小块啦 不见食啦 不见体啦 OK 那所以 为什么呢 我们呢 就要用这个片的形式 因为你不可以 下下呢 就打横 成 即是切过 将那个 猪心 打横地切开 那你打横地切开呢 就变成了呢 就好像莲藕 一个洞 一个洞 那就不要看啦 是不是 但如果我们用片的方式的话呢 我可以在薄薄的心肌 即是心肌 心脏的肌肉 心肌壁那里呢 那我就可以呢 就可以做出很连贯的 这个是 很连贯的一片片 那这个位呢 它有一些增生组织 你不可以说它是癌症 但是我通常呢 有这些增生组织 我不要的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薄薄地切开 一片片的话呢 有健体 还有呢 亦都可以是 那我们 这个心肌的组织 我们根据那个 心肌的组织 这个又有一个增生组织 有很多肥膏在这里 这个我就不要了 那根据那个 心肌的分布的组织呢 那样我又可以这样切它出来 那这个很薄的 那我怎么也切了 切丝啊 猪心丝啊 那所以呢 我们呢 就要是 有那么薄 有那么低 就把那把刀 那变了呢 我就可以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心 就那么厚的 但是我切到那么大块出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呢 就要 切猪心的时候呢 就用片 不是用切 那把刀 如果你技术够的话呢 就尽量拍低它 就低过三十度 那就可以 切个猪心呢 就有 有看头了 好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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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少说话 大家看到 一推 一拉 我不说话 就可以很快的 OK 说话当然 对了 喂 大哥 怕会被刮到手 或者有位观众说 你这样刮到很危险 危险 危险还是危险 技术就是要求是这样 OK 那这个 大家看到我 切到很薄 片到很薄 先来 很明显 大家会看到 就是 猪心很薄 猪心很薄 对不对 大家看到 这三块 三块 我已经有刀的长度 对不对 这个就是片刀的好处 好 这个时候 就一样了 马上做完之后 就要 记得要清洁 那个砧板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习惯 梁孔的习惯 来的 那 这个 煎住 那 你始终处理过的肉类 就加少少 轻轻 一滴仔 少少的洗血精 这块 把粘子捏一捏 这样就可以 洗走表面的 那些细菌 和细菌 接下来 这个 盐 那块 都稍微捏一捏它 它没有什么乌脊 就算了 就这样捏一捏它 就算了 不用特别处理 每一次都是这样做 就可以令到砧板保持清洁 和可以更加耐用 这个时候我们先腌牛肉 这些姜丝 大家都看到我上一个影片 怎么切的 我可以生吃 整粥也可以 可以用来腌肉也可以 姜丝 这里有姜丝 大家看到我的姜丝切得很整齐 这个时候 牛肉就打着蛋 然后轻轻 少许就可以了 少许盐 然后少许鸡粉 不要太咸 少许糖 又忘记什么了 然后胡椒碎或者胡椒粉 OK 然后麻油 大家视乎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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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咳 咳 老抽,少許就可以了 全部都是少許的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想它更美味 又可以少許的蠔油 真的少許 因為我估計這裏 十兩左右 隨便,一茶匙都沒有 加完 大家看看 水汪汪的 為什麼我經常說 我要給大家看 我如何醃製 原因就是 這個質感的變化 我忘記放生粉 生粉大概 因為它是白色 所以 多放一點 雖然這裏這麼少 但我都放了更半的生粉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吸了水 吸得很厲害 現在雜質都沒有水流出來了 這個 就是牛肉的特性 吸水很厲害 再加上 雞蛋 有天然的酵素 其實 你加雞蛋 本身已經等於 加了梳打粉 當然 雞蛋本身也有味 所以 不是每一道菜 都可以 每一道肉 都適合整隻雞蛋 所以 通常 很多師傅 教大家 加蛋青 因為蛋青相對 沒有那麼腥 雞蛋的腥味 來源 就是 雞蛋廣 大家可以看到 拌一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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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到 吸水都吸得七七八八 牛肉就是這個特性 看看 你看看 邊邊位 已經是 那些水 即是 不鏽鋼的位 那些水 已經不見了 我現在 打散 今天繼續 大家留意一下 我的手勢 也是那句 醃東西要有渣 有炒 然後 渣那一下 令到它有海綿效應 吸水就很快 OK 然後 這個時候 我們就鋒油了 鋒油之後 就不是隨隨便便便 我們將那些油 就和那些醃料 生粉混在一起 令到它水與膠溶 這樣就可以令到它 就是 這個牛肉可以給多少少少油 這樣 就可以水與膠溶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令到它的保護膜 就更加堅硬 這樣 我們錄出來 出來的牛肉 就會更加嫩滑 大家知不知道 還記不記得 科學的原理 因為你有保護膜 裡面它吸了水 肉心是不會超過100度 就是因為它不超過100度 可能七八十度 我悶熟裡面的肉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因為悶熟 它不過不到100度 所以 那些肉類才叫做 才可以亂環 OK 搞定了吧 好了 然後輪到這裏 哎 還沒 要拿糖 真是我 我這個人 經常煮完東西 就不想動 然後 用了這些醃料 又不知道 又忘記了 那些醃料 是否有更多 都要等我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些生粉都 都溶得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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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这个人最不好这种东西 讲煮食来说的习惯 整天都忘记参照这些醃料的 好,侵完就可以做事了 不好意思,阻挡大家的时间 这个醃法一样的 记住,内脏的最不吸水 所以大家要小心点 不要给它那么多水 尽量力干水 这个猪芯大概是十两多点 少许盐 千万不要那么咸 你宁愿是蘸醬油 糖,糖多一点也不怕 然后少许鸡粉 大份白灼 你宁愿是蘸醬油 但是你一开始就不可以按照 记住不要弄得太咸 好了,盐糖,鸡粉,胡椒 然后麻油 然后这边就少许酒 少许可以了 然后就是生抽 然后生抽 这边因为它吸不到水 所以生抽可以多放一点 放了两茶匙左右 然后然后最后 顺手而已 次序应该是蠔油先放下 少许蠔油 完成了 完成了吗? 完成了 大家看到的 就跟牛肉不一样 所以 尽量力干些水 让它入一入味 OK 大家看到这么多的材料 可能一餐吃不完 我建议大家可以做个白灼猪芯牛肉 那又可以 做多一餐 即是吃多点东西 大家看到 我拌的都是这么多水 大家千万不要记住 拌内藏 不要看到它那么多水 就起碎落生粉 这下不行的 OK 另一样就可以 这下 内藏就不行 那 那么 随便 拌一拌 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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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些油 去蜂油 那么记住 内藏呢 我们呢 想它又爽又嫩又滑的话 是靠的什么 靠的就是刀工 不是靠它腌的部分 OK 腌就随便可以了 让它上到尾就可以了 因为最后它不吸水 最后它一定是 那些粉 都不会是怎么黏的 大家看到 那些粉 在这里 看到吗 流出来的那些 尤其是好像猪心 鸡腎 这些 你又不用指望了 只不过 你放生粉 就可以令到它稠一点 相对地在它腌制的过程 就可以令它快点入味 你想达到 像牛肉这样的保护作用 就很难了 那我这个牛肉腌得不太好 这个时候 看到它 就把水倒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再拌一拌 记住 不要让它有倒流 再拌一拌 搞定了 虽然我很快手 转来转来手 就像摩打手 但其实我是有揉有揉这个动作的 如果你没有揉这个动作的话 你就变成了 它就 做不到海绵的效应 因为这个牛扭头比较散 大家看到 我的牛肉 就比较散 就没办法了 那我现在 我稍微 我把它拌开 把它拌开 不然等一会 一整柱 我们下去录的时候 就算它那么散 大家千万记住 不要切到它那么厚 那大家有看到 就是我切肥油那里 我也有说过这些 但是肥油那里 有另一种吃法 另一种切法 它相对地就厚一点 但是厚一点当中 因为它本身肥油 那部分是脊里肉来的 是肩甲肉来的 很软的 跟这个牛扭头 它的硬的特性不一样 为什么要用牛扭头 为什么不用你的肉 为什么不用这个肩甲肉 很贵的嘛 大佬 肩甲肉 就是牛小牌的位置 大佬 一百六十元 一百五十元一磅 我现在在说 这里五十元一磅 你自己选 但是你要滑的话 我要做粥 你做得滑的话 一样这个都做到的 不过就多一点点手势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对不对 喂大佬 我不是什么富贵人家 我怎么可以 餐餐都大鱼大鱼 是 我可以大鱼大鱼 那尽量都要找些便宜一点 大家说是不是 OK 好了 那捞完了 要洗一洗手 那 我不洗手 就没办法的 所以这里 我就给大家看 那 大家见到 其实那些葱 葱丝 葱丝 大家在镜头下方的位置 那些葱丝 那些 其实就是前一手 我切好的 就用水浸 用不完 就继续换一换新鲜水 然后就用保鲜纸包住 大家见到 我放了一晚 依然都很健康 很干净 很新鲜 OK 行不行 基本上就这样了 下一个照片 我就开始做这个 什么 做这个 粥食 生干粥 这个呢 虽然跟上一个就差不多 不过呢 这个因为呢 切得薄 所以大家要留意 那个时间更加短 OK 那待一会见 好了 大家那些肉就腌了十几二十分钟了 那已经足够了 不需要腌太久的 那我现在就马上就做这个 这个是灶肉 那 那 煮这个粥 那 生滚粥其实就很简单的 那 那 根据之后 我们就 那 这些粥呢 本身的粥底呢 我就 煮得比较稠一点 那 那 大家呢 如果是 可以的话呢 就是如果是专业粥当的话呢 那 那会通常呢 就会 稀一点的 好 那 跟着之后呢 我们放一点点水 现在它稠 那 放一点点 多少呢 那就视乎实际的情况啦 那 那 那 大家 看到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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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呢 就 放了些粥啦 那 加了水之后 那 然后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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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的時候,可以分開來放,即是放得平均一點 然後放豬心 很快 上一水,我戳的雞肉會比較久一點 因為厚一點,但是我現在切到它這麼薄 其實就很簡單的 然後,不要直接攪拌它 用殼的背部推它 這樣就可以令到那些肉保持表面的生粉 就不會推到它散開 那這條片就順便因為這麼多肉 都會多過頭 我待會做一個白灼 這個滑藕 這個豬心 可以關火了,大概一分鐘左右 不需要太久的時間 那我這個竹呢 就會比較深色一點的,我用了魚湯之後 那,當然如果是,就是,如果是專業的竹檔的話呢 它那個魚湯的濃度呢,就沒有我這個那麼濃的 那這個呢,就要記住,就是我們,就是,家廚啊 和這個專業的竹店的分別 好了,然後呢,我稍微呢 攪拌一下吧 攪拌一下吧 哎呀,我做錯了功夫啊 知道我做錯了些什麼嗎 我忘記了那些薑絲墊底 那我就做錯了,不好意思 那薑絲墊底 然後呢,就加一點生油或者熟油 那我呢,就會加一點熟油的 那我呢,就會加一點熟油的 那一點就夠了 輕輕捏一捏的 那我攪拌一下它 那我攪拌一下它 那我就將那些拌出來 那我先關掉那個拌線 啊,不要吵著大家 好,跟著完之後呢 就稍微放一點點的蔥絲下去 好了,跟著完之後呢 我們呢,就可以放些花生下去 那些花生呢,就在哪裡買呢 那些花生呢,就是在那些糧油店裡買 那,大家要記著 我是做錯了一個步驟的 就是要放薑絲和放油下去 好,跟著完之後呢 我這個呢,就先做了 跟著完之後呢,我就做了那個 什麼呀 在 crucifixivime 乾燥一下 好了,大家 good 肉腌了十多二十分钟 现在我们就开始煮粥了 开火 这些粥比专业粥当的比较稠一点 如果专业粥当的话 它们通常会稀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就是加水 加少许水 加多少呢 就要视乎粥的玻乳 拌均匀 好 然后呢 我们就要等粥滚了先 滚了才放那些材料下去 好 现在滚了 好 接着呢 我们就加一些牛肉 那我们下它的时候呢 就尽量分开它 平均一些 好 接着呢 接着呢 然后呢 就沾沥了 好 接着呢 现在它开始滚了 我们呢 就推它 就不要呢 就直接这样拌均匀 这样就可以令到呢 那些肉呢 就保持它那个 就是表面那些粉浆 那就可以令到它有个保护呢 就可以滑滑一点的 好 现在呢 我们呢 就做下一步了 那呢 那呢 我们准备了一只碗 接着呢 就先是放些姜丝下去 接着呢 放些生油或者熟油 那我就喜欢放熟油的 隨便一滴就可以了 接着呢 这个时候呢 肉就开始熟了 那就不要 煮得太久了 大概一分钟左右 那就OK的了 那是因为呢 那些猪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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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些猪芯呢 那些猪芯呢 就是 那些猪芯呢 那些猪芯呢 通常呢 那些猪芯呢 就是有些颜色的 那些猪芯呢 那我呢 这个猪呢 就相对啊 比较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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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少少啊 那些猪芯呢 好 跟着完之后呢 我们就将这个葱丝 就放在上面 跟着完之后呢 我们就再放些花生下去 好 一碗很简单的生滚粥 就完成了 这个滑藕珠心生滚粥 接着我做一个总结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粥 大家可以看看时间码 其实我们要做的时候 很简单的 很快脆的 其实主要呢 就是做这个 就是怎么说呢 做个前期功夫呢 就比较多 在内地 在潮州呢 就有一档呢 就很出名 就专门呢 就吃新鲜牛肉粥的 一样是 只是做早上的 那呢 都有几档呢 就是两三档呢 就专门是吃猪杂粥的 又是做早上的 那他一晨那么早呢 就去拿这个 这个是猪杂回来 那潮州那一档呢 就隔壁就已经是 所以他绝对新鲜的 那记住呢 生滚粥其实呢 之所以好吃呢 原因就是 所有东西呢 都是最新鲜的状态 那但是我们 在香港或者在外国 其实呢 相对地呢 就拿这些 新鲜的材料 就很难啦 是不是呢 始终来说 我们本身 自己私人 就已经是很难的 那但是其实 是不是 真的那么难去吃呢 那我 这一碗粥呢 首先一样东西呢 就是我那个粥底 就按照这个专业的粥底 去做出来的 OK 那所以呢 我个儿子呢 就评价我这个粥底 就100分啦 滿分 那 但是 肉 我们怎么办呢 第一 猪杂呢 其实呢 就 通常呢 我们早点啦 就是猪肉档呢 就一定有 是一定新鲜 因为他们都是每天拿回来的 都是早早 凌晨啦 新鲜屠宰 所以呢 新鲜的猪杂就不难买的 唯一的呢 就是牛肉那怎么办呢 因为香港呢 平均 就算是很大型的街市呢 都是只有一档 两档的牛肉店而已 而且呢 他们的牛肉多数呢 都是冰鲜的状态 就很难得呢 就会有新鲜的牛肉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想方法了 那是不是 新鲜的牛肉就一定漂亮呢 如果大家呢 去吃开肥油火鍋的话 大家都知道了 喂 手切肥牛 你猜真的是新鲜牛 来的吗 它其实都是急凍牛 来的 那大家个不觉得难吃啊 个不觉得好吃啊 那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要采用这个急凍肉了 我希望大家明白 为什么要采用急凍肉呢 那就除了是因为 货源的问题啦 也都是因为呢 啊 呃 其实呢 就不难处理 要处理得好吃呢 也都不难的 关键 我们要做这个生滚足的时候 关键只有一个字 就叫 薄 薄得来呢 我们要短时间去 即是短时间去煮熟它 只要我们不过火 控制的时间 大概是一分至一分半钟左右 那 在说滚来算 那大家可以看时间吧 那 一分钟左右 滚来算 那就可以了 好吗 啊 希望大家 要吃粥就不难的 啊 之前呢 我做的粥 为了要迎合大家 那所以整天都说 哎呀 半个钟头有得吃 但是其实真正的美味呢 就很难去做 即是你这样三十分钟呢 你很难去做到最多的东西出来的 大家说是不是 好了 那我这个粥呢 就是根据啊 这个是 根据呢 就是这个是 专业的粥店 其中一家很出名 很好吃 很好生意的 他都是做半咒的 啊 那呢 香港哦 做半咒哦 行不行的 当然行的 你做得好吃的 你价钱卖得起的 为什么不可以做半咒呢 是不是 好了 那希望 大家喜欢我这个做法 那么 上一个影片 我都说过了 喂 大哥 人家喜欢粥店 都是说过两个钟头 才有得开档 去做生意 那我们家厨也是一样 只不过就是 人家过两个钟头 说的是几百碗粥 我们在说的是 一家人 比如我这样 一家人就是四碗粥 OK 好吗 记住 好吃的东西 一定要花时间的 不要想着走青扁 不要想着简单 哪里都是简单的 如果各样东西都这么简单 喂 为什么这个世界 啊 有这么多个菜系 这么多个国家 这么多民族 有不同的烹调方式 啊 其中啊 中国和这个是 法国啊 还有日本是最复杂的啦 喂 哎 发觉 说着 早上做 一路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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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晚上 只做个晚事的 啊 啊 那我们 喂 中国人啊 就是很多时候 其实大家呢 吃饭 午市晚市都好 都是吃个个两个钟头 但是 你知不知道 人家全部都要提前两三个钟头 开始做事的啊 啊 那我希望大家明白 不要想着 哎呀我十凌二十分钟 我下 order 十凌二十分钟都可以吃 但是你知不知道 餐厅背后要 人家付出多少时间啊 OK 好不好 好吃的东西记住啊 一定要花时间 好啦 不阻止大家啦 拜拜 好啦 大家 今天呢 有 bonus 好啦 大家 就 这个片尾彩蛋 今天太多料了 做完粥 我又不想过假期 明天又再做 那于是乎呢 今天呢 就加上一条 就是白灼这个滑口 猪心啊 那我们首先呢 已经滚了了啊 是不是啊 滚了水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呢 就关到最小火 关到最小火呢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就可以是 下这个牛肉了 那大家见到呢 这个牛肉呢 因为它的粉呢 就不是太多啊 那所以呢 它一下去呢 那些粉就立刻散了 所以不要动它 还有要关小火啊 关小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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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然后呢 我们就再 下完牛肉 才下猪心啊 下猪心啊 那我们就下了下去啦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不要让它大滚 那这样就由得它 那 为何竹我们就可以大滚呢 因为竹呢 其实呢 它滚 即是那些竹滚起啊 其实呢 就是大概是七十凌度左右而已 那但是如果那些滚水呢 你要它大滚的话呢 就是一百度啊 那一百度来说呢 那一百度来说呢 对于就是 就是 它滑来说呢 就不多是 就是 不多好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将多余的那些姜丝 放进去 那么多余的葱丝 都放进去 那么就留一点点 等下我们拌碟就算了 好 那其实呢 这个时候呢 那些牛肉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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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心啊 其实就可以了 啊 就不需要是太过 呃 錄得它很久的啊 那我解释给大家听 之前呢 就是我旧观众应该都知道的了 就是其实有个科学的数据的 其实我们人类吃的东西呢 大概呢 就是六十五度 就已经可以绿熟了 就不需要一百度的啊 好 那就是搞定了 那就是关火啦 那就是关火啦 那我拿开些东西先啦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需要呢 是拿个 西仔 那这样去白灼呢 那那些 那些 猪心啊 牛肉呢 就很好吃的啊 哈 那有少少少 要是我下了姜啦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会有少少姜味啦 OK 有了姜葱味啦 好 那 那 那 撈好了啦 跟着之后呢 呢 我们就将那些 剩余的葱丝呢 我们放上去 就做这个半碟啦 跟着之后呢 我们呢 就将那个 呃 花生呢 倒在上面啦 啊 跟着之后呢 就我们平时呢 用开的 开了 我就有开那些 甜 啊 那有辣椒 辣椒 辣椒 豉油啦 应该是说 那辣椒豉油啦 我们把它呢 就把它呢 就留上面啦 那咸度那方面呢 就视乎大家喜欢啦 因为我先头都说了啦 我们腌这个是猪心啊 牛肉果呢 就千万不要 就是 煮得它 就是 煮得它太过 就是太过 咸啊 如果不然就没得够啦 喏 就是好像吃粥那样啦 如果想说 喂 想它的风味呢 就好些 那样呢 那呢 其实大家呢 就可以是什么呢 下胡椒粉的 OK 行不行 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啦 不妨礙大家啦 希望大家喜欢啦 拜拜 喏 我再说一次 我是拍片呢 是基于我家人想吃什么 基于我喜欢想吃什么 再基于 是我能不能够做到出来 我才会拍片的 那我希望大家要谅解呢 就是我不 不可能呢 大家要求我做的东西 所有东西都关掉的 那这个呢 就是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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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r 就是拍片的 都有它自己的局限的 即是它专业 专业当中 都有它的局限的 那 我呢 就是我的宗旨 就是与其献丑于人前呢 既然是的话呢 我自己不熟的东西 没有信心的东西 我就不会做的 那所以大家也都看到我 所有的东西都是 所有的影片都是一镜到底 为什么呢 这个也是信心的表现来的 因为我真的懂得吃的 真的觉得好吃的 所以我才推介给大家 OK 好吗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